你这个权势传奇很有意思 你跟我们讲一讲 为什么青海有这么多的彩陶 就那口的人民 都特别地喜欢制陶 先民把他们的生活 智慧 情感和艺术 都放在彩陶里边 所以柳丸当时出土了很多 各种奇思妙想的陶器 大家请看 上面有一组 特别呆萌的小人图案的彩陶 它这个动作很可爱 就这样 一个是掐着腰的 是 还有一个是这样掐着腰的 对 第二排得给我认识 你看第二排是装米的 人家还写个米字呢 我也这么认为的 不过那个时候 它有这个文字吗 文字还没有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一个 美丽的巧合吧 对 那很可能 还有那个 特别像一个 春晚当时特别经典的台词 春晚的台词 好 想起来没有 八十 八十 是不是挺有意思啊 正是有了文物这样的好靴子 仙民们才能来到这片水草丰美的荷黄古地 才有了这么多充满想象力的彩陶的创作 没错 我们前世传奇中的仙民呢 就是居住在青海的古枪族 靠着一双结实耐寒的靴子 他们跋山涉水和广袤大地上的各地居民交流交往 走出一条民族融合之路 总结得不错 那这条路延续到如今 我们又该如何继续呢 老师您问得特别好 那我们今天走的最远的路是什么呢 有请中国首飞太空第一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 有请 我跟立伟我们是老朋友了 老朋友 对 刚才我还在想 咱们走的最远的路能去哪呢 我心想最远的路它不会是上天吧 没想到还真是上了天了 确实是这样 我接到邀请的时候 我也脑袋有点懵 但是现在呢 仔细一想 中国人就讲究出远门 就要穿好鞋 那么我们通往太空之路的鞋 也是很值得讲的 那咱先说说 咱们的文物彩头靴吧 您觉得它和航天靴 有什么共同之处 其实还是真有的 因为无论千变万化鞋的设计呢 我想它的核心 都是要符合环境 比如我第一眼看到我们的彩头靴 我想这肯定是北方的鞋 要是在南方可能做成一个彩头的凉鞋 千海鲜明明要进行长途的迁徙 就要求鞋子呢 使用的寿命要够长 对 比如反上工艺 针脚啊都长到了鞋里边 也防止呢 这些磨坏了 而且呢 它还左右不分的 不论哪边穿坏了 可以去互相轮换 能够继续穿 再比如说方点分件啊 比一张兽皮包到脚上 更加地去贴合脚型 这些设计都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细微长的 但是最初我想我们的主仙们 对自然的适应和智慧 都体现到了这个上面去了 我们总结一句话就是 一方水土养一方鞋 当年这个青海仙民要出远门了 迎接新的环境 所以就有了彩头靴 那今天咱们航天员出远门 又要面对怎么样的新环境 比如说我当年去飞行的时候 手持进入太空 就要面对的是太空 微重力高增空的环境 这就要求我们的鞋 要有一定的这种压力的防护功能 大家请看 这就是我当时穿的舱内航天服 我看到了这个蓝色的鞋子 是吧 对 我们的这种鞋呢 实际上它是和我们的服装 是连到一起的 一旦我们的航天机施压之后 会往我们的这个服装里头去充氧充氧 保证人的一个安全 当然了 服装里边呢 还是一个不透风的 所以就要有一套通风的系统 大家看到我们这腰那地方 有两根管子 它实际上就是往里边去送空气的 所以我们这个鞋子里边的鞋垫 是做成都带小眼的 然后这个空气就会从这个眼出来 起到一个凉块角的作用 我们知道力尾当年是独自一人在飞船里 飞了21小时 那今天的航天员他们情况不一样了 那他们要面对什么样的新环境呢 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航天出舱 出舱呢 就会面对更加极端和恶劣的宇宙环境 太空当中它是有热的辐射 这就需要我们要有冷热防护功能的 出舱的航天服 对太阳辐射有着低吸收和高反射的功用 同时呢 在航天出舱的时候 微小的一些颗粒 一些小的流星 再由我们一些太空垃圾 都有可能会撞击到我们的航天器 大家知道 手枪子弹的射击的速度 也就是每秒400米左右 对 但是这些小的物体 每秒能达到几千米 哇 这就要求我们这个舱外航天服从头到脚 作为一种防弹的功能 有极强的耐穿刺啊 耐撕裂等等特性 同时呢 我们这双鞋脚后跟还有一个锁 把那只脚锁到我们的脚限制器上 这样解放双手 航天员就会用我们的双手在舱外进行作业 咱们的这个设计啊 就更安全 更牢靠 是这样的 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就能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那咱们航天员的鞋柜里 现在还能有别的什么鞋 我们进入空间站之后 就相当于回到了我们在太空当中的一个家 对 那么到家里就会换相对舒适的点鞋 今天我也把一个舱内的一个鞋带到了现场 我觉得像是一双袜子呀 这双鞋大部分都是用纺织材料来做成的 但是这鞋面前脚掌和脚后跟它有一种橡胶这种弹性的材料 因为在太空当中是一个微重力环境 所以脚不是用来走路的 主要是用来去支撑和去勾一些我们的限制带来固定自己的 我还发现这个鞋底这个纹路有点意思 那像转字 对 用转字体写了九天揽月 环绕着周围还有很多的气孔 这是表示一个星秀的概念 彰显了咱们航天人赶上九天揽月 赶下五阳桌憋的这种气作 哎呦 太好了这个 你说咱们都知道这个中国航天很浪漫 连鞋都这么浪漫 你说穿上它就把星辰大海都踩在脚下 那咱们这空间站除了这之外还有什么鞋 因为在太空当中长期处在一个实众环境下 浑身的这些肌肉不用力会造成肌肉的萎缩 所以我们在太空当中要有个运动的鞋 比如说我们跑步的有跑步鞋 我们骑支撑车的时候有锁鞋 更有意思的它有一个全身锻炼服装 我们叫企鹅服 与之相对应的鞋我们叫企鹅鞋 我们在这个服装里边呢 它有很多很多的橡胶的袋子 在这种立的这种舒服下呢 人圆区起来像企鹅站着 我们人要站起来要用力量 这样呢就是锻炼了肌肉 避免肌肉的萎缩 不该叫企鹅服呀 应该叫不做企鹅服 对 你说这也很合理 对 而且我们这个企鹅鞋上面 这个弹力带也会让你勾起脚面 这样呢就是用力才能把脚绷直 这个过程也锻炼我们脚部的一些肌肉 我看懂了 除了这个还有吗 还有一些我们一种锻炼方式也很有意思 大家看一看 这个运动就是简单的跺脚 其实上呢我们穿的是仿生粘腹鞋 踩在我们特制踏板上 鞋和踏板之间产生的一种 像壁虎一样的吸附力 所以航天要想把脚抬起来 腿部要发力 这种一吸一抬 就会打到一个很好的锻炼作用 对 等于说换一种锻炼方式 就换一双鞋 是吧 真讲究 那未来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航天鞋呢 在2030年前我们要进行载人的登月 月球的环境带来很多极端和复杂性 所以我们现在也进行这个登月靴的研究 月球的地表温度白天能到零上130度 那么夜晚能到零下180度 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个登月靴保存 同时月壤呢 它是一个非常细小的一些颗粒 里边含着鹤啊 皮啊 镍啊 骨等等的 这些金属元素 对航天员的呼吟系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我们现在要研究这个登月靴的材料 如何它不沾染月壤的课题 我想请大家也期待 未来我们会在月球上 留下属于中国人的足迹 没想到通过一个鞋 能讲出这么多丰富多彩的内容 那立位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 从彩陶靴到航天鞋 你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走过了几千年 并不是一步登天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想通过十一双鞋来回答一下 十一双鞋 那都是什么鞋 快给我们讲讲 这些都是根据历史记载 不现出的这些鞋 第一支鞋呢 就是我们今天守护的文物 彩陶靴 三千年前 青海的先民穿着这样的一个靴子 走出了河谎古地 走向四川盆地 以及帕米尔高原 迈出了探索世界的脚步 这是春秋时期的葛兹旅 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 就是穿着这样的鞋去周如列国十四年 但没有一个国家去接纳它 它游遍了各国 最终呢也是抱汉而归 虽然孔子在世的时候不被认可 但是今天所有的读书人都是循着夫子的足迹继续前行 是的 那么这个呢是秦氏皇陵 兵马俑的鞋 它的鞋底还有很多的密密麻麻的突起 增强了一个摩擦力 秦军将士就是穿着这样的鞋 去扫平六国 一统天下的 这边走呢 时间就来到了汉代 当前就是穿着骑头驴 出使席域 从长安到席域 四千七百多公里的一个路程 没有前人的足迹可循 它走了整整十三年 着空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尸绸之路 也踏出了今天 一带一路上的第一个脚印 这个呢 是南北朝时期谢灵韵发明的 叫谢公鸡 鞋底还有两个木齿可以装屑 上山时候呢 去掉前齿 那下山的时候呢 去掉它的后齿 就能在山坡上稳稳地行走 谢灵韵也是 三水师派的一个开创人 对 从这双登山鞋开始 中国的三山损水 都笼罩了一层诗意 脚镯谢公鸡 深蹬青云梯 李白一穿这样的鞋子 登上了天母山 这是唐代的马鞋 玄奘呢 就是穿着这样的鞋 从长安走到了天主 五万里的行程 路经了一百一十个国家 他也是孤身一人 走了十九年 这是一条旷世苦旅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这是唐代的花头驴 十六岁的文成公主 就是穿着这样的鞋 穿过了韩国古道 翻阅了汤古拉山 和念青汤古拉山山脉 从长安到达了罗歇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去年转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我们最后就来到了我们的航天邪 它代表了我们航天事业走过的一小步 一路走来 国立老师 你问我看到了什么 我的答案是 我看到了历史 告诉我们 我们翻阅过每一座 看似高不可攀的大山 抵达过每一个仿佛饶不可及的终点 我看到了人类的信念 勇气和坚韧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一代人 即使是要踏上更加未知 更加莫测的旅程 即使是要用自身的渺小 去丈量宇宙的伟大 但是我依然相信人的力量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今天 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 中国人来到了太空 我们的面前展开了一条 永无止境的争承 路虽远 行则将至 再远的目标 再难的路 都抵不过一步一个脚印的力量 都抵不过一条